以客制化角度重新安排四房两厅格局 找回空间优势 更拉近夫妻与儿子的互动关系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将新城屋的四房格局 改造成一家三口最市区的格局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规划客厅空间 透过材质对叠出奢华质感 接着介绍参除空间的技能布局 最后解析设计师 如何透过客制化设计调整四房格局 满足一家三口对新家的期待 大理石地平搭配消光皮革 与镀态金属开启奢华的迎宾空间 开放式客厅布局中 利用镀态和灰镜的线条 装饰天花板凸显层次 以界定的空间 为了搭配女主人的架装 易倒立进口沙发 亭区以白色为基底 勾勒黑灰金属与灯饰 衬托出对女巫主义 易非凡的家具 电视墙焦光大理石 衔接两侧雾面镀态板 色彩统一但纹理相依 在整体中创造细腻的变化 除了基础的餐厨配置 特别依选空间梁柱 将L型中导坝台的台面 分为内外层 云外与餐桌等高设计 成为亲子互动的新场域 内层则打造成居家 Standing Bar 享受轻松的维修时光 左右两侧的厨房与多功能房 都选择挥波格间 化解窄长廊道同时能引入光线 将四房中最靠近客厅的客房 改为多功能空间 外观规拨于铁剑几何设计 内部规划高脚坝台 与双人沙发单椅 扣窗的空间让女主人 能以扣窗台欣赏烟火 而自可以上网阅读 多技能的穿透空间 增加了亲子的互动机会 只握床头细腻的比例切割 搭配镶嵌与天花板的光带 行速宽敞又典雅的睡眠区 隐藏墙面的更衣室 配置客制化功能橱柜 隐藏式灯光 加上能左右拉动的穿衣镜 提供女主人梳妆打扮的 专属私密空间 由于儿子已经升上大学 加上住校 家庭成员非常简单 因此得比空间设计总监 喉容圆将四方中的一绑改为多功能空间 将厅区的修齐机能 划分得更细腻 透过客制化的调整 打造一家三口 能独处也能共享的 轻生化住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